自亲离世已经伤痛欲绝 如果再发现亲人过百万遗产离奇失踪 就更加令人心力交税 悲愤莫名 第一次拿了三万元 拿完之后 接着就拿了九十八万 钱在银行 不会不逆而非 现在无故人都死了 钱都会被人拿了 你也有个解释给我听 谁拿了 怎样拿得到 他辛辛苦苦存钱 就放在银行 现在这样无故被人拿了钱 他死都不安乐 对吗 戴女士九十岁的妈妈一向健康 独居在一个公屋单位 长居台湾的小孩 久不久才回来陪他小住一阵 去年一月八日 他忽然不舒服 戴女士送他入院几个小时 便安详离世 由于妈妈在同一间银行 分别有储蓄和股票户口 所以戴女士第二天 立刻去通知银行 到九日我就去银行 告诉他 我妈过了身 户口就要先保持 银行说 你一定要拿死亡证 才可以帮你办理 由于当时处于疫情高峰 死亡证2月1日才批出 未及去通知银行 就在妈妈家看到 这张最新的月结单 打开来看 1月13日 就被人买了股票 接着1月26日 就有新笔钱被人提了 同一日之内 第一次就拿了3万元 接着又拿了98万 去90岁 你这么大笔钱 你是不是要 拿钱的人 是不是要看我妈妈的新闻证 才给的 我就问银行为何会这样 你不是说小数目 除了妈妈签名 其实有没有其他方法 是可以在户口拿到钱的 没有的 她没有提款卡 没有什么 我做子女的 也不会投给她的钱 所以我也没有问她 我们也不会问她的户口 有多少钱 我们真的不知道 是现在看到 胡杰杰单才知道 由送妈妈入院开始 但女士一直持着她的身份证 而且妈妈的户口 也不是联名 又没有提款卡 平时都是亲身签名拿钱 人都死了 谁能拿走妈妈的百万遗产呢 银行回覆我 你不是遗产承办人 就不告诉你 这些私人 这样说 那我是我妈的女儿 我弟弟也在台湾 那谁拿走那笔钱呢 就算有证明是亲生女 都不可以知道 于是他决定先报警 警察就说 银行能让这个人拿 我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再向金管局投诉 但回覆说 除非是合法授权人士 否则银行不会向第三者 透露客户的账户资料 于是他立刻去做遗产承办 打算做了承办人 就有身份去查清不淺的去向 谁知道又有阻滞 律师就说 你找不到你爸爸的死亡证明 就要先保持 我小时候 我爸爸行选 死了几十年了 我妈都是独身的 自己一个人 七一年回来香港 到现在就没回来香港了 我妈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住 到19年我妈原生生亡证 她已经写着 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的了 我不明白 那个遗产承办 为什么不可以 当我爸爸不在人世 我们的律师他说 你找不到爸爸的死亡证 就很渺茫 我们也是做不到的 如果根据资料显示 他在2019年 才开始失去了联络 当然大家以为他过心 但也有可能他还是存在的 所以有时法庭 可能需要等到七年 因为当七年之后 法庭就可以有一个假定的推断 他真的有可能死亡了 做不到承办人 查不到笔钱去了哪儿 连妈妈临终前落订买了的 六字居单位 随时都要探订收场 我妈妈买六字居 以思想着她八年龟老 那层楼可以让我的儿子住 所以才这样买 谁知道她都等不及 第二个月已经过了身 无緣度过身 房处已经作出宽限 但遗产承办人 都要12月底前成交 要不然 就要拿了我妈妈那层楼 去卖给人家 还要没收我的订金 你说我妈妈给了订金 那层楼即是归我妈妈 那你现在是个业权问题 你没理由没收我那层楼 去卖给人家 你卖给人家不要紧 要是你给我订金 对不对 六字居可能没有了 百万现金不见了 申请做遗产承办人 又困难重重 这也不止 半路还杀出过情咬金 远在台湾的弟弟 透过律师发出资汇备忘 我弟弟在台湾住了二十多年 谁知道我弟弟做资汇备忘 扎传我 不让我做 他要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让我做 是吧 你做和我做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是想知道 银行的那笔钱去哪里 其实什么是资汇备忘 其实资汇备忘 其实是一种叫做通知书 通知书是需要登记的 登记在遗产的承办处 目的是确保 在未颁布任何遗产的 在受语书之前 是一定要通知提出资汇备忘的登记人士 简单来说 他已经表示了 他可能在遗产上 他声称会有些权益 通知申请承办那方 知道他日后 如果申请承办那时 不能够遗忘了他的权益 在我们发觉眼中 这种情况 已经属于增产的案件 原来有人有心增产 那妈妈百万遗产离其失踪 又会不会是有心人所谓 当你跟他提及时 他有什么 他就说不知道 然后我也没有亲自跟他联络 是的 既然你都找律师 说得这么企业 妈妈过生之前 自己和弟弟是否也一直有联络 也没有什么 除了有时台湾来香港 就是吃一盏饭 比较疏 但是带女士益述 妈妈1月8日过世 没多久就被人拿走一百万 这段时间 弟弟都在香港奔丧 我日期是很敏感的 1月26日拿钱 我弟弟不知道 27日或28日 回到台湾 到现在还没回来 其就其在 据带女士所知 妈妈生前没有立过遗图 妈妈死后将身份证 又一直被带女士拿着 是否有人早前已经 和妈妈去银行 签了什么授权文件呢 有了授权又是否可以动用死者户口里的钱呢 我们以顾客身份去相关银行查询 但我们在书面向有关银行查询 回复就说 如果账户池有人已经授权了 另一位人士去运作他指定账户 经核实被授权人身份和权限后 就可根据授权办理相关交易 不过当银行收到客户的死亡通知后 他所有账户都会被冻结 被授权人都不能运作带户 带女士妈妈1月8日过世 2月1日才有死亡证 中间有23日空窗期 刚好不浅 就在1月26日被人提走 明显是有人隐瞒带女士妈妈已死亡的事实 将遗产私自拿走 问题是这个人会是谁呢 只有成为遗产承办人才可以查证 可惜缺乏爸爸死亡证 弟弟的知会备忘又是阻力 我自己一个人在香港 我当然是由我做 在台湾他每次都要签名 他整天都要麻烦一点 为什么不让我做姐姐做呢 做了都已经有一半 子弟最近只是靠通讯软件 用文字沟通 带女士叫她取消知会备忘 然后一起扮你遗产 弟弟就只是投诉姐姐 没有说她知道妈妈的骨灰房在哪 带女士再问她 是否拿走妈妈户口的钱 是否想要杀全部遗产 弟弟似乎是以读不回 弟弟如果继续拒绝回复 相信未来几年 百万遗产怎样被人称空 都会是破解不了的迷 想来想去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他拿到 还是怎样 否则没理由不让我做 现在无端端 人都死了钱都会被人拿出去 每晚都睡不着 还要吃安眠药 现在二十个月了 一打落堂我就想起这件事 试音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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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